在伊朗发现中国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明明是初级产品 为何对伊朗而言又是必须的 最近伊朗首都德黑兰出现了一种中国制造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这一发现引发了国际观察家的广泛关注 尽管该系统在技术上可能并不属于中国最尖端的激光武器 但其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却显得尤为重要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尼一最近在公开场合的路面中 这种激光武器系统的部署显然是作为安全措施的一部分 这表明伊朗对于保护其领导层免受无人机威胁的重视程度 此外该系统可能只是伊朗多层防空系统中的一部分 以其他雷达和电弹系统一起 为这个国家构建起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防空覆盖 中国照片对比可以发现 这次伊朗部署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神农系列 而不是之前猜测的沉默猎手 神农系列激光武器包括两种型号 一种是集装箱式的神农5000 另一种是安装在四成四东风猛式轻型越野车上的神农3000 据报道上周在德黑兰拍摄的照片显示 该系统位于蓝色防水部幕后 据推测 伊朗很可能采购的是集装箱版本 公开的资料显示 神农系列激光武器 由湖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制造 也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研发的产品 其激光器的发射功率在10到20千瓦之间 制盲距离为3公里 直接吹毁距离为1.5公里 雷达搜索范围在500米至5000米之间 光电传感器对小型空中目标的捕获距离为3000米 对低小慢目标在距离1500米的范围内 毁伤时间为10秒 在3000米的位置上 可以对其机载光电传感器实时致盲 该系统从击落目标到瞄准下一个目标之间的时间为8秒 可见这是一种相对低端的反无人机激光武器 而且只能同时对付一个目标 这与中国出口给沙特的沉没猎手激光炮 在性能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沉没猎手的最大发射功率大约为30千瓦 最远作战距离在4000米左右 能够对付一载两米 飞行速度不超过216千米小时的中低速空中目标 也就是说它能够对付低速飞行的巡飞弹 可以说如果伊朗能够充分发挥 神农激光防空武器系统的效能 那么对付商用多悬翼无人机和穿越机所带来的威胁足够用 甚至还能够致盲以色列军队兰西的红外电视制造的导弹 这套系统的特点在于其快速反应能力和较低的运行成本 对于保护伊朗领导人是非常实惠的选择 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 特别是伊朗国内被以色列美国的情报部门严重渗透的局面下 伊朗领导人的每一次讲话 每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特别是商用多悬翼无人机的威胁日益增长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中 无人机的战术应用已经成为军事专家和国防规划者所关注的焦点 因此即便是性能不高端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也因其特径的优势而成为了伊朗的必需品 总之尽管这款中国民营企业制造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在技术上可能不是最尖端的 但是它的超高性价比又是一个国家保护其领导人的必需品 伊朗对领导人安全的重视 是反抗以色列军事威胁的必要措施 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重要 航部分就会消耗水 灰色码 我会经过家兰战争中